开始了吗? 嗨,我是Zoe 今天是2023年的7月8号也是臣服实验的第51天 所以我们正式的已经满一半了 在这一系列的影片里面我会用日记口述的方式 来分享我100天的臣服实验的挑战 现在就是已经mark halfway的里程碑 好开心喔 我觉得这一趟真的是带给我蛮多不一样的启发 然后好像也给了我一些未来的内容上的灵感跟点子 虽然我也没有说就是这辈子就是要做什么 内容创作者 可是感觉内容创作 内容创作 content creation的这件事情 好像一直都是我生活里面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会用日记口述的方式来分享我昨天发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那昨天一早呢 其实我蛮晚起的 昨天早上刚好没有任何的会议 所以呢 我就跟我先生大概睡到早上10点多 10点多起床之后呢 我就在那边弄我的早晨仪式啊 然后他也用他的 所以呢我就是煮了早餐 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书 昨天天气很好 所以大概到了中午12点左右呢 我们就决定去阳台 就是我们的后院看书 我看那个 我最近在看的那个是人生副本的这个小说 我现在看了一半 然后我觉得前三分之一带给我的感受是还好 他有趣 可是他不是我看过讲sci-fi 就是science fiction最有趣的书 就是觉得还差一点还差一点 but大概过了三分之一之后呢 剧情我觉得就变得蛮有意思的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看了一半 可能今天会再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昨天呢就是在露台上面 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讲一讲之后呢 我先生就跟我说 就是我们平常很常会聊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跟我说 你不觉得我们的对话很适合录下来 然后变成短剧吗 我就跟他说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的对话蛮好笑 可是又蛮深的就是我们聊很多很深的哲学的东西 我聊到那个书里面讲到的多元宇宙 所以我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生里面的不同阶段 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因而哪些重要的决定造就了今天的你 以及当初哪些事情如果稍微有点不一样 现在我们去推演他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他说这一系列的对话 其实是其中一种 所以我们平常聊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就说我们要不要把相机就在那边 然后直接就开始录 然后他可以成为搞不好也可以是喜剧 就是这是一系列喜剧的内容 因为他一直很想要拍喜剧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所以我就也把相机加一那 可是我们就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做 就只是在那边聊天 然后看我们的书而已 非常根本就没有什么set up 也没有剧情可言 但我就想说这个点子丢出来给你听听看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还蛮奇怪的一个点子 会有兴趣吗 就是这么生活化的谈话 会想听吗 你觉得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希望你就是可以留言跟我说 然后大概我们就这样子聊聊聊 大概到一点多 我就去准备我昨天的工作 我昨天在两点的时候呢 有一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是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我是一样某一天 我突然之间收到了一封email 然后那封email呢 是用英文写的 他就是跟我说他跟他的partner 两个人有想要创业 然后他们是谁谁谁 然后有这一系列的点子 然后想要build a website and maybe start their content 然后想要跟我预约问说 我有没有再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首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知道他们打哪来的 我知道对方应该是abc或者是abt american born chinese或者是tinese或移民过来的 但我就觉得很有很有意思 就是在之前几支影片里面 我有提到我最近的一个感觉很无心插流的一种事业的turning 他开始把我拉到focus在美国的华人 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抗拒这件事 但他也一直以来都不是我的焦点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的一些所谓的案子或者是自动找上门的客户 好像都是住在海外的华人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有趣 反正呢无论如何我就是跟他一起开了一个会 然后了解一下他们business的现在的状况 跟一起想了一下 接下来如果真要合作的话 我我们这边要提供给他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他可能希望我作为他们的consultant 然后有点像nancy那个案子 就是帮他们规划一些内容 也许也帮他们build website 所以我也在想我又要自己跳下去做吗 还是这个东西我开始可以就是作为中间 然后去转介外包给其他人 然后后面一样就是有content的设计 不觉得蛮有趣的 感觉这个的确好像是我的接下来的一种工作的形式 所以呢我就开始整理我开完会之后的一些资讯跟内容 然后也就去做了一下昨天的工作 大概到了 快到四点的时候呢 我先生就问我说要不要出去散步 所以我们就是一样又出去散步 然后我们就也是聊了很多的东西 但大部分是他在抱怨他自己工作上面最近的一些心烦事 然后他就说很开心 就是抱怨完了之后心情变好很多 所以呢我们就立刻在当下决定跑步 就是我们附近有一个大学 然后到大学有草地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草地上面跑步大概20分钟 回到家里之后呢 我就是又继续做了那个 有点像是 昨天我做比较多的那种 皮拉提斯的workout 所以有很多的撑折啊 或者是hold住一些姿势的那个动作 然后我做了大概15分钟 然后就去冲澡 然后这时候呢我先生晚上跟他朋友有约 所以他就出门 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然后我就洗完澡之后呢 自己做了晚餐 然后吃晚餐的时候我再看 我就是又在看跟冥想有关的影片 然后去想说要怎么样去做学习 然后我又看了什么啊 我好像又划了一下thread 看了一下最近的新闻 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又回去工作了一下 大概那个时候是六点多左右 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很想要 呃 工作了 哦!然后我还跟我爸妈讲电话 忘记这件事情 就是我爸妈打来 然后我们就catch up了一下 就是讲了一下我们家里面的 家族里面的境况啊 就是那个什么表妹发生什么事情啊 什么阿嬷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种的 所以就讲了好一阵子 然后跟我爸聊天 然后我妈就传给我那个 唐启阳最这几天新路的那个 金牛做2023下半年运势 然后她就说你2023下半感觉蛮好的耶 就打起精神感觉还不错 就是运势就是正在走望中 就说OK好很开心 觉得终于了 觉得上半年还蛮消沉的 老实说一直蛮消沉的 诶希望就是2023的后续可以用奇迹般的开展 啊 真棒 好然后呢就 对跟我爸妈聊完天 然后我就自己在 呃 living room 我就冥想 然后我做了两段式的冥想 第一段式呢就是大概在那个时间点突然开始下大雨 然后那个下大雨的声音很大声 可是他大声到成为一种非常有魔性的魅力 你有那种感觉吗 就是你待在室内 然后雨声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他突然之间又很让你非常非常的平静 你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说 哦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听雨的声音 然后觉得这么的被吸引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想说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冥想好时机 所以呢我就坐在呃 客厅然后就开始冥想 我大概冥想了20分钟 我觉得那一段历程非常的棒 就是我一开始在冥想的时候 我是首先觉得脑袋空白 就是尽管我做了那个321的催眠倒数 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昨天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意象 它是我脑海中的想法跟思绪是文字 而不是画面 你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你想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那些思绪像是一串一串串文的那种 也不是啦 但就是它是没有立体感的 它是没有画面感的 它就是想到那些思绪 可能会想到说工作上怎么样 明天怎么样 然后下个礼拜怎么样 就是基本上我还是想很多工作的事情 然后它是一些序列的文字的感觉 然后我在那时候大概前五分钟 我就觉得说 好吧也不强迫 大概今天就是不会看到任何的画面吧 就是不像那个之前有那种什么小蘑菇啊 然后各式各样彩虹的跑道 就有点感受不到 昨天的那种感受力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我一开始是想要看到的 我一开始想说 这个感受 然后配上这个雨声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画面上的指引 可是就没有 所以以后我就想说 那算了就是让它去吧 所以它去 所以我就又在那边冥想了 大概又在五分钟 所以整整过了十分钟 我都一直是一种 觉得心稍微有点杂乱 然后没有办法 说真的进入那个状态 但是 是心情有越来越平静的这样子 大概花了十分钟之后呢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 好像要来咯 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 就是诶 好像要有画面感了 然后那个画面感是 我首先会有一种定位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是谁 我在哪 有的时候我的模样会变换 有的时候我的模样不会 可是那种感觉是 它已经不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开始有一些画面 就像是画布这样子染上你的 你的这个视觉的景象 然后我首先的第一个感觉是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就是我在冥想 可是我感受到我自己在那个 意象里面这样子左右看了一下 我就这样 看了一下 回来之后呢 我再次的回头看 我就发现我在一个热闹的街道上 有点像是夜市 它不是晚上 它大概是一种下午的时间点 然后它是 我感觉它是亚洲 不是美国 可能是台湾 可能不是 但如果是台湾的话 有点那种基隆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么感觉 可能又有那个配上雨声 所以觉得整个空气中湿湿的 很像是某一个正要展开的 早市或者是夜市的 那种人很多的感觉 然后我在人群里 我看着一个奇楼 它大概是二三楼的那种 非常老旧的公寓 我就走进了其中了一间楼 走上去 然后它的楼梯是很窄的 我走上去之后呢 有一道旧旧的白色的门 然后我还用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钥匙 这样子打开它 我打开了以后呢 里面有一个老奶奶 它非常的老 而且它一样大概也是 就是矮小矮小的 它长得有一点点像是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画魔法阿嬷 是这样讲吗 有点像那样 可是又有点不像 更 更像是 别种样态的老奶奶 但是它就是一个梳着白发 然后这边扎了一个小包包 然后它走路 会把它的双手放在背后 然后很驼背 这样子走着走着 的那种老奶奶 虽然老啊 可是就是神智清晰 讲话犀利 然后它就说 妹妹 你来干嘛 呵呵 这样子叫我 好像算命阿姨哦 让我想到阿翰 然后我就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来干嘛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你来干嘛 他开始凶起来 因为很凶啊 他就说 你知道你来干嘛 干嘛说你不知道 然后我就说 好 我知道我来干嘛 然后他就说 你就是这样 你总是知道 你会说你不知道 就是 这是为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这是什么好哲学的问题喔 我不知道阿 我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 我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你总是很惯性的 会先 撇开身体里 身体里面的声音 我就说是吗 我以为我是那种很 很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人耶 我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种 蛮随心所欲的人吗 然后他就说 这就是你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 他这样子跟我讲 然后他在讲的时候呢 他绕到他的桌子的后面 这样坐下来 然后我就坐在桌子的前面 是一个圆形的旋转椅 然后皮质的 就连这种感觉我都有 老老皮质的那种旋转的圆椅上 没有任何的靠背的东西 就是一个圆的椅子 也很像医生的那种椅子 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啊 那个阿嬷他就跟我说 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啊 他是听不见的 所以听不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 你不能怪他说为什么不展开行动 不take action 好 我现在讲的是转述 我觉得那个阿嬷在讲的时候呢 他讲的 他跟我使用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用英文 他有用台语吗 就是他的讲话的那种模式跟我不一样 只是我现在有点没有办法模仿他是怎么讲的 OK 他就说你不能怪那些 人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 所以他们当然不能去take action 可是就像你这种的喔 就是最欠骂 他这样子跟我说 他说你这种才是最欠骂的 因为你是明明有听到 却假装没听到的 然后我就说 哦 我有假装没听到吗 然后他就说 他就没行动不是假装是什么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有点错愕 我就觉得 也不是不想行动吧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行动 然后阿嬷就突然说 不知道要怎么行动 不是不行动的借口 他这样跟我讲 什么意思啊 但是我在那个当下听到的时候 我是很有 觉得很被激励 然后很 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不知道要怎么行动 不是不行动的借口 不知道要怎么做 不是 不应该是不行动的借口 其实意思就是说 那你就用你知道的方式 去做一点点行动就好啦 就是这是这么简单的真理 如果有学生来问我 我大概也会这样子说 可是在自己的身上 他总是这么的困难 你总是把自己遇到的事情 看的这么的严重 看的 很巨大 你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呢 那个阿嬷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他就不知道哪里手来的一个东西 他就这样子这样 滑了一下 然后他这样子滑的桌面一下之后呢 他的手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白粉 然后他这样子 吹向我 我在他面前 他这样子 手上的白粉吹向我 然后我看见那个白粉是这样子 撒在我身上 然后有点闪闪发亮的 我就说 这是什么 然后 他就说 这是真相 他就说 这是真相 我就说什么 那个白粉是真相 然后他就说 对就是真相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只 胖胖的 圆乎乎的 大概有点灰白灰白色的猫 是这样子跳上那个 阿嬷的桌面 嗯 台面上 然后 然后那个阿嬷就这样摸他 然后那只猫就很开心 就是还翘起他的屁股 然后发出呼噜噜噜噜的声音 我就说 阿嬷这是你的猫哦 然后他就说 不是这个猫不属于任何人 然后我就说 哦啊你在这里养他哦 然后他就说 嗯没有他是来这边陪伴的过 不过他大部分都是过他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就说 不信你看 所以他就指着这只猫 然后这只猫呢 就跳到窗台 然后那个窗台呢 就是 大概距离地面是两三楼层高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呢 往下看 突然之间发现呢 下方的那个很像夜市的街道 开始淹水 然后我就说 外头淹水了 然后他就说 对啊 所以好险你有上楼 你就在这边先待一下吧 在这时候呢 那只猫啊 突然跳下楼 然后我就说 猫可以游泳吗 在水里 然后他这样子跳下楼的时候呢 他就跳进一个 刚好是他size的游泳圈 OK 那只猫呢 跳进一个他size的游泳圈 然后他就是呈现一个这样子 欸 摊者的那种 懒洋洋的形式 像在玩飘飘河那样子 飘在他的游泳圈这样子飘走 然后我就说 那猫咪要去哪里 然后呢 阿嬷就说 我们就看吧 所以我的整个视角呢 就变成我跟我 我虽然那个人 还在阿嬷旁边 在那个7楼的那间房子里 可是我的视角突然变成我看着那只猫 我这样子跟着他俯 看着他飘向哪 然后他就这样子很开心 就这样一直飘着 自在无比 完全没有去感受说 哦 现在正在下大雨 或者是不知道哪一个turn 要去哪或撞到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 甚至就是有一段是他撞到了一个漂浮起来的摩托车 然后呢 他就这样子哦 就是他在那个游泳圈里面 然后他那个撞到摩托车 所以游泳圈被撞开 然后猫就直接这样子跳到那个机车上面 然后就这样子走了几步走走走 然后游泳圈飘回来 他就再次跟他的游泳圈会合 然后再次跳进游泳圈里面 然后这个画面就持续直到水逐渐的退去 然后那个猫好像被漂到另外一个村庄 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展开他的生活 去其他的人家 然后交一些新的朋友 然后自己抓鱼来吃 然后晚上睡在路边星空下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有突然有一个感觉是 其实这是一种对自己 就所谓的competent 就是你能不能够升任 你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有自信的这件事情 可以影响到你能不能够悠哉 和泰然自若 泰弱自然 泰然 那个成语叫什么 就是很坦然的去接受生命丢给你的各种 突发状况 因为你会像猫一样 你会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No matter where you end up 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找东西吃啊 你不会饿死 在哪里你都能睡 好像你都可以交到朋友 拿着起放的下 来无影去无踪 就这种感觉 他是很豁达的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 那个视线感就这样子回到我身上 然后我就这样子往右看 我就这样子看向阿嬷 然后我就说 这是你要带给我的道理吗 然后他就说 对 你有能力 你可以升任 你不一定要在这里 去哪都可以 然后我那时候感受到 他说你不一定要在这里 讲的不只是生理地点 他讲更多是我的mind 就是我 我所知道的一切不一定要是这样子 我在做的事情不一定要是这个工作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去做什么都可以 有这个能力 一定可以养活自己 抓鱼来吃 在哪里交到新的朋友 一定可以 不要那么执着 都可以放下 就这样子像那只猫一样跳下窗 自然就会有游泳圈接住你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近期很多很多的冥想的意象 都在告诉我差不多的事情 臣服啊信任啊 就是他有一个theme 他的主题好像都是围绕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好像真的是 这是我的课题 就是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 就是他想要我看见 跟想要我体悟的 差不多就到这边呢 我就睁开眼睛 然后我就觉得好 有一种很平安的感觉 好难说 就是有一种你觉得 此刻的我很平安耶 很开心 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又继续去看了一些冥想的课 然后我我其实原本想要跟着做 然后我又做了20多分钟 那他本来有30分钟 可是我大概做了20分钟 我就觉得有点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 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突然之间陷入一种 我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想要干嘛 所以我看了人生副本 大概看了10分钟之后 又觉得没有很想看 我又去看了别的书哦 我去看那个 Breaking the habit of being yourself 然后又看了大概10-15分钟 我觉得不想 然后我就打开Netflix 我就在想说我想要看什么东西 然后我又打开Disney Plus 就觉得要看什么 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滑一直滑 好像看了一个动画 是那个Soul 就是那个22 versus Earth 的那个小动画 就是灵魂急转弯里面的番外篇 然后就觉得没有很好看 然后又看了其他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看黑镜 可是想说还是等我先生 等他一起来看好了 然后我就这样子不断的在这个里面 就是来来回回 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我又起来 我起身之后呢我就去拉筋 然后我大概拉筋了20多分钟 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这时候大概是已经8点半9点了 然后我就一直呈现一个 诶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特别想要干嘛 也不想工作 好像也不想看书 打开了一些课程有上 然后上完了也觉得 嗯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耶 然后 嗯 对继续看书 又继续滑 有什么片子好看 然后又滑手机 然后最后我就想说 有一个 有一个之前想到要看 你真是也没有到超有兴趣 but maybe 现在可以看看的一个宫廷剧 就是那个 Queen Charlotte 她是那个 Bridgerton 伯爵盾庄园的番外篇吗 所以我就看了大概一半 然后我先生就到家了 所以我就想说 OK好那就不看了 所以她到家之后呢 我们就聊天玩牌 然后晚上我们又看了另外一个剧 叫做 Secret Invasion 它是那个 Marvel 的 不是前传 不是前传 演那个 Nick Fury 的故事 蛮好看的 现在看到第三集 Alright 大概是这样子 这差不多就是我的昨天啦 蛮有意思的跟你分享咯 所以如果说呢 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 希望呢你可以按赞支持订阅 把它分享给身边你认为有需要 或者是重要的人 我们就明天的影片见 Bye 谢谢大家